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祭送第九首感谢 众生愚痴 长乱浊 其心兼独 胜可畏 如来此名为初心 此灭冤身能无喜 第九尊 是诸根长喜作业神 他所修学的发门 是蒲县庄严大辈 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楚能够理解到 他是以大慈大悲 来广度众生 那么从赞颂里面 特别 这个 说到 世间众生的 严重烦恼 你看看 你看看其他的这些诸神 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这也给我们很大的歧视 在这样一个众生 无恶不足的世界 这个世界 能为 地独为 地狱 魔鬼 真的是 地狱魔鬼 出生了 天眼台大师 跟我们讲 设法界 他老人家将设法界 又说为 一百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头 都有设法界 那么 以我们这个人法界来说 人法界里面 有人中之佛 人中之菩萨 人中生闻缘求 有人间的天人 也有人间的畜生 形状是个人 是个人的形状 但是 他的思想行为 出生 人间的物鬼 人间的地狱 我们想想 有道理啊 这是 天台智者大师 为我们解释 华严经的时候 告诉我们 佛在经上 法界无量 无便 从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觉悟到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生 在一天大乘 从早到晚 我们就经历了十八戒 我们面对一切人 是无 起一念平等心 佛法界啊 看着这个人不顺眼 心里去晨慧心 地狱 法界 法界是从念头上 刹那刹那刹那 在转变的 无量无边的法界 都是从妄想分别 执着的 所以七个念头 这个法界就变了 只有法神大师 他们在一切境界里面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处 所以他注的叫一真法界 那么在禅宗里面 宗门常常这么说法了 父母未生情 本来灭目 本来灭目 就是一真法界 本来灭目 就是元初诸菩萨 这是正的一真 不再起变化了 受法界里面 刹那刹那 随着念头在变 所以佛讲 一切法重新相生 这一切法 包括法界 那现在科学家里面 所说的就是 不同唯次空间 是从我们念头 生命里头 现出这一种幻象 这个现象 绝对不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一首诸菩萨里面 菩萨提醒我们 众生愚痴 乱 诸菩萨 乱呢 这个愚痴是吃啊 乱是不尽的 诸实不清净 被污染了 所以 这个乱呢 就是指定 贪烦恼 这乱是称 乱是称 称烦恼 主是贪烦恼 主是不清净 我们这个配法 是从戒定慧 贪成吃来赔 吃戒 对贪 这个贪欲 禅定 对成慧 所以乱呢 是禅定来对的 定来对的 主 是用戒来对治的 慧呀 是对之前面 愚痴的 所以他这两三个字 就是贪成吃 贪成吃 叫三度烦恼 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从这里生的 都是从这三个生的 所以这三个叫根本烦恼 三度烦恼 我们决定不能说火 佛在经教里面 这一桩事情讲的最多 他的果报 就是卧鬼地狱出生 贪心 是恶鬼道的业因 成慧 是地狱道的业因 愚痴 是畜生道的业因 那么天台大师 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回想一想 这个人贪心非常重 人间的恶鬼 他是个人生 实在讲 他是鬼道 他跟鬼道相应 死了以后 一定都鬼道 人间的恶鬼 嗔恨心特别重 人间的地狱 愚痴心特别重 愚痴是什么呢 是非邪正 没有能力辨别 把假的当作真的 把恶的当作善的 愚痴 畜生道的业因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一定要自己冷静地反省 我将来回到哪一道 我现行是 智德大师所说的 哪一道 学佛没有别的 无非是把自己向上提升而已 所以断贪嗔痴 你就永远不躲散 我的王 这是跟你讲英国 英国是真的 现在人常常讲真理 什么是真理 英国报应是宇宙间的真理 佛不能改变他 菩萨就更不必说了 天神上帝 印度教所败的大凡天王 佛经里面所说的 摩西首罗天王 都不能改变英国 英国是真理 世间法不利英国 出世间法也不利英国 你看看一部大方广佛华严宙 华严宗的祖师大德 跟我们判别这部大经 五重英国 法华经 天台宗的祖师大德们 判为一臣英国 佛说法还是离不开英国 如果要不相信英国 报应 这个人就是地狱中子 恶鬼畜生 他没份 他是地狱 英光大师 出现在我们世间 这是如来辞明为初心 想救我们 这个地区 这个时段的苦难众生 特别提倡英国的教育 我们在他老人家一生 刑仪当中看到的 他提倡廖盘思讯 提倡感应篇 提倡暗示全数 真的 这三样东西都不是腹筋 但是这三样东西 能帮助你 不躲悟道 确确确实实能够挽救 现前的结韵 能够帮助我们 获得幸福美满 在人间 如果要不相信 这个问题就严重 所以今天 我们能够遇到 祖师大德 祖师大德虽然不在了 他的教诲留在人间 我们统统都接触到了 都看到 都读到了 问题呢 在我们自己 有没有居足 善根福德 我们能够遇到 祖师大德这些典籍 这些遗教 这是缘分的 缘分我们有了 不缺 善根福德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 那我们就得度 这个 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讲 就得救了 三个条件 缺一条 你就不能得救 三个条件 统统具足 就得救了 自度而后才能度它 这是一定的道理 自己没有得度 你说的话 就不会肯定 为什么呢 自己疑惑 你的言辞 语气 就不会肯定 叫人家听了 也不会相信 半信半疑 自己真正 入了这个境界 真正得这个好处了 你的语气 在坚定不一 具具真实的 印竹在世的时候 这三本书 暗示全书的分量 比较多一点 廖凡私讯 跟感应品 分量都不大 他老人家 印了 这个印的数量 超过三百万尺 这是在那个时代 二次大战之前 他流通这样大的数量 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他是佛门的高僧大德 一身 印佛经流通 没有这么大的数量 为什么这三样东西 他这么重视 这样极力提倡 我们在传记上看到 早年他住在 这是清朝末年的时候 他住在葡萄山 定海的知心 明目大师 要想离勤他到定海来 红阀 英光大师 派一个人去 自己没有去 什么原因呢 他自己家乡口音很重 说话了 那个地方人听不懂 还要找翻译 很麻烦 所以他就派他的学生们 到那边去 去讲什么呢 讲感应篇 讲音质文 不是去讲佛经 我在传记上读的这些东西 我感到非常惊讶 所以以后我在台北 台北这个道安老法寺 在中国佛教会的讲堂 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 请我去做总组讲 我有一年开的阔 就是讲这个 感应篇 讲这个廖藩思讯 有一天 我去上课的时候 在楼下遇到一位法师 这个法师在台湾也很有名气 他年岁比我大 出家比我久 长者 我对他很尊敬 他把我叫在旁边 把我训了一顿 你是个出家人 出家的法师 讲经的法师 你为什么去讲外道 你为什么不讲佛法 我说我没有讲外道 感应篇是外道的 了泛苏青是外道的 我说你说的这些 这不是我带头 应光大肆带头 你先去骂他 不是我开端的吧 应光大肆开端的吧 我是跟着人家后面走的吧 那你去骂应光大肆 最后我告诉他 我说感应篇 廖凡四讯 是佛经 他什么胡说 他说我胡说 我说这个东西 被佛教法印印定的 什么法印啊 诸我莫作 众善奉寻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这是不是发音 这个几种东西里面 符不符合 佛所讲的 他面孔通红的就离开了 执着 坚固执着 错了 我们讲玫瑰经 玫瑰经也是佛经啊 你们昨天晚上去听的 哪一句不是佛法 是佛经啊 佛法是圆柔 佛法没有定法 随佛讲到最高的原则 这叫法印 不管什么人说的 天人说的 仙人说的 外道说的 只要说的 跟我的原理原则相同 那就是佛经 心量一定要大 那么印族 提倡这三样东西 我们要晓得 苦口破心了 目的是在 在挽救 这个世间的劫难 为什么呢 佛法虽然好 不是短时期 能受到效果 儒家东西虽然好 至少也得个 十年二十年 教导才能受到效果 来不及了 现在要救急 救急的办法呢 英国最有效 所以给你讲英国报应 英国报应要不相信的话了 那是祝福菩萨 神仙都束手无策了 没救了 那就宣布 这个地球死亡了 你是这个东西 多可怕 这一桩思是多么严重 不是祝福如来 现身 提醒我们 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 谁能够想到的时候 用这三样东西来 来挽救这个劫难 这是真摄智慧 那我们这个世间 有没有不相信英国的呢 现在在这个世间 不信英国的人不少 我听说 还有人去问些出家人 出家人做了些不如法的事情 他就给他讲英国报应 出家人怎么回答呢 英国已经被人家当苹果吃掉了 我听了之后 说佛菩萨没有法子 佛菩萨只有赶快退席吧 但是还好 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 能够接受 能够相信 能接受能相信 我们知道 这个人有善根有佛德 把他当苹果吃掉的人 善根复德都没有了 这个第二句 其心金毒胜口味 金是金固 毒是三毒增上 完全是自私自利 对待别人 真的是无情无义 乃至于对待父母妻子 他都不照顾我 这样的人 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在这个 新闻资讯报道当中 实有所闻 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 这是很可怕的一段事情 我昨天 晚上也提到 这个话呢 是澳洲土著说的 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生物 哪怕是一株小草 它生长出来了 都有它的意义 都有它的目的 这个事情 过去 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是澳洲土著 为我们提醒的 我们仔细想想 对不对 对 很有道理 跟佛法里讲的 无二无比 它的目的 何在呢 我们一想就明白 它的目的是 维系地球的生态平衡 你不要看到 那一个小草长出来 它的目的是 维系地球生态平衡 它的意义呢 是与一切众生 和平相处 共享自由快乐 这它真正意义 但是要遇到 这些齐心监独 甚可危的人 正麻烦到了 他看到不喜欢 他要把它铲除 铲除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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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生态平衡 破坏 众生 平等 对待 和目相处 那么也许 有人听我讲这话 哪有这么严重啊 你见空发肆又胡说八道了 我讲的句句都是真话 所以也有人问起 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这个动物 鸟与兽 有一些 逐渐 走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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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所以 这些 成为稀有的动物 现在受到人类的保护 那我们人类保护它 怎么保护它 不懂得 要知道 破坏 这些草木的时候 许许多多 这个动物啊 它就不能活了 你把它生存的条件破坏掉了 它能够在这个世间 生活的时间就缩短了 这些动植物 逐渐逐渐 在世间消失了 到最后啊 人也会在世间消失了 人也不能生存了 这个话 绝不是恐吓的话 我们曾经在报纸里面 看到科学家提出的警告 这是根据科学统计来说的 他说 如果我们人类 不能够改善 人为对于这个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把这个人为的污染消除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能够维系人类生存呢 只有五十年 五十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居住 这科学家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大家晓得最严重的 地球南北极的臭氧层被破坏了 全世界气候翻长 起了变化 温度啊 逐渐逐渐在上升 南北极的冰呢 在开始融化 这个融化 要照目前的速度 大概也是要四五十年 就通通都化掉了 但是我们想象当中 不会那么长久 为什么呢 决定是加速度的融化 可能在五年十年 南北极的冰就化掉了 化掉之后 这个海水上升五十米 全世界 沿海的都市啊 都会淹没在水里头 地球的面积 陆地缩小了 海洋在扩张了 谁造的呢 人为的 这就是不懂得 自然环境 跟我们的生命 有密切关系 不懂啊 所以 佛菩萨 圣贤 对我们的教训 教训什么东西 我把它归纳为三桩事情 第一桩事情 叫我们 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怎样与人 互相处 互足 第二个 教学的 是叫我们 懂得与 这个生活环境的关系 那就是要彻底了解 地球的生态平衡 不但要晓得地球的生态平衡 还要懂得 宇宙之间 生态平衡 那现在科学 科学家知道啊 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 太阳系 太阳围着 银河系转 太阳系里面的星球 银河系里面的星球 与我们都有关系 不能说没有关系 怎样能维系平衡 第三个 是教导我们 明了 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这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 不同唯一次空间的众生 与我们还是有关系 这三重关系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处理得很好了 天下太平 人人就相复了 这三个关系 搞不好啊 那个麻烦就多了 现在说这三个关系 都破坏了 我们算是非常幸运 生在这个时代 还能够遇到圣贤的教诲 不容易啊 真正是百千万劫 难遭遇 我们遇到了 遇到就是三个条件里面 因缘有了 有缘分遇到 现在就是问 自己有没有善根 有没有福德 什么叫善根呢 遇到了能信 能结 是善根 福德呢 能行 能证 是福德 遇到要相信 相信 所有圣贤的教诲 都是留自于信心 绝对不是某一家 某一派的学手 不是某一个宗教的教条 我们这样看法 就看错了 圣贤人 都是明心见心 在佛教里面 明心见心 我们叫做佛菩萨 在其他宗教里面 明心见心 他们称为天使 称为先知 要晓得 名称不一样 他们的境界 确实相同 他们的言行 确实是一致的 你细心看 是一致的 你粗心看 很接近 再威胁地观察 是一致的 于是我们渐渐地 确查到 四世真相 吃乱烛 我们决定要远离 首先 从这个桌 桌是污染 首先 我们要懂得 远离一切污染 也就是说 我们习求 不要被 这个外面的 不好的境界 影响了自己的身心 现在这个污染 太多太多了 误燃 伤害的程度 非常严重 几个人 能提起 警觉性 过去 有一个同修 送一张报纸 给我看 好像是去年 整版呢 广告 整版 写了一句话 贪婪 是社会的动力 应该改革 贪婪 是 过鬼的动力 一点没错 那这是什么世界 鬼世界吧 这不是人世界 这个经文 这首记里头 正确 一点都没说错 这个世界可怕 地球上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 遇过的 这种现象 这现象 出现了 被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到底是急 还是凶呢 如果没有警觉 这个境界 给我们带来了灾祸 如果 因此提高自己的警觉 这是急 就不是凶了 提高警觉 赶快 再断贪嗔痴 只要断烦恼 这个华言里面 所说的 妄想分别 执着 写掉 我们不受 这个灾难 这叫制度了 你要是不能写其 这个灾难 不能够避免 所以我们今天 真正觉悟了 真正知道 这些事实 真相 王后的后果 应该怎么处置 全心全力 多做好事 什么是好事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的 是好事 好事里面 第一桩好事 帮助众生觉悟 应光大师 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是恒大的启示 他将四众弟子 对他的供养 全部拿去印金 在全世界四面八方流通 在那个时候 只有用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懂得了 帮助人觉悟 这个人要快 绝对不能再等待了 那么今天 最有效的方法 是电视 我们不需要去盖庙 不需要去搞道场 神赐兼用 我们买电视台的时段 我们传播 因果报应的 这些理论与事实 希望提醒大家 觉悟啊 这个在当前是第一功德 第一等的好事 如果自己力量不够 我们可以集合一些 至同到后的同修 一定要懂得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的人力要集中 财力要集中 物力要集中 才能做一点事业 如果要是一分散了 力量薄弱 收不到效果 那真的是心有余余而立不住了 做好事 极功德 一天的功德 如果这个功德是真实的 一善 就可以到万善 万还是个数字 并不太大 一善是 究竟圆满的大善 无量无边的大善 就看你会不会做 这个善德可以 便需控法界 所以 行善 没有智慧 不行 没有福德 也不行 业障 深重的人 不会心善 他行的善 小善 小慧 小善 只有 居足真实智慧 真实的福德 量大福大 他能够修大善 我们在古人 避季 小说里面看到 魏中达 先生 辽凡私讯里头 也引用他 这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一生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一桩善丝 全部都盖过了 这一桩善丝 那个力量大了 大在哪里 大在他是真心 为人 不是为自己 所以 造的瓦再多 不算是大瓦 那个大瓦是什么 为了我自私之利 害一切天下苍生 那是大瓦 那个大瓦你也做不到 你也没能力做 所以一般人造这个瓦 都不是大瓦 但是那个瓦会非常多 假如你有一天 诚心诚意 为一切众生呢 就着想 帮助他们 原理灾难呢 能够获得幸福 这一念的佛报就大了 就能把你一生的罪业都盖过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真的 不是假的 绝不是这些佛菩萨 他们来劝善 不是的 是真理 千真万确的四世 如来慈名为出新 出新就出现在世界 就是为了众生造的这个物业态度 要受卧报 要受卧报 这个卧报 非常之凄惨 这些先知先觉 他们要到这个世界 帮助我们这些不知不觉 帮助不知不觉 一定要靠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醒悟过来了 再去帮助不知不觉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所以在现前 这个社会里面 具体而言 无过于利用高科技的传播 教导圣贤的教会 当务之急 但是高科技是不断在进步 不断的在发展 谁去教呢 中国的社会在动乱 我也曾经遇到不少 非常爱护国家民族的同学们 他们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地位 也有相当的身份 我给他谈起 挽救中国社会动乱 不难 真正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 找个十个八个 对于传统 道德的教学 他们能够胜任 找个十个八个 应该不难 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小组 每一天在电视台 交两个小时 我说半年到一年 中国就天下太平 你得去找啊 再过五年就找不到了 这些人恐怕都过世了 现在找还来得及 现在不找 五年之后找不到了 这些人至少都七十以上 他还受过传统的教育 他懂得圣贤所说的这些大道理 可是更重要的 要培养后级的人才 往年我听说中国有霸佬 他们发起 读经的运动 这霸佬里头 好像有赵普老 有谢宾欣 我听说 有这么些人 他们极力在提倡 现在这霸佬 不知道还升级老了 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 现在如果还要不觉悟 以后这就断掉了 这才真正可危可不 所以今天谁要能做这个工作 他就是今天地球上的救世主啊 如果他有这个财力 有这个物力 我们到处去寻找 找到这些老人 我们今天有办法了 我们在这个小房间的录影 录像就行了 请他们每天在这里讲两个小时 把他东西保留下去 将来有机会 在电视台去广播 留下来 否则的话到将来的时候 有这种机缘 没有材料 你说那个多可惜 哪一家电视台愿意播放 这一家电视台的主人 就是救世主 他就是上帝在来 他就是住佛菩萨事件 我们天天在希求 我们全心全力在做这个工作 在培养洪发立身的年轻人 那你们能不能担忽起 完救全世界的使命 关键就在肯不肯舍己为人 这是真正的关键 放下自己的灵魂力 放下自己五欲六成享受 灭意过佛菩萨 神圣那种清贫的生活 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 神贫 为什么要过这个生活 不受外面物质文明的诱惑 真正达到心底清净 一尘不染 然后你才能生智慧 你才能把整个世间 性向离世因果看得透彻 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 如果自己不肯牺牲 换一句话说 你就不可能肩负 救度众生的使命 所以同学们发心 要跟佛看齐 要跟上帝看齐 要跟世间 各个宗教 创教人看齐 这个世界 就有救了 众生就有福了 学习自己一切的享受 一切众生都得福 我要满足我的享受 一切众生都要遭殃 你们细细想象 是不是这个道理 想通了 我们学习一切物质文明的享受 一模一模 都想想 要不能放弃自己 你的慈悲何在 决定要放弃自己的陈建 决定不能够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坚持自己的陈建 这就是齐心监独 你决定是悟道 悟道里头肯定是地狱 如果你一念回心 一念旧了 学习过人一切享受 全心全力 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的前途无限光明 你要不到 不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深深相信你 你将来做天王 这肯定的 为什么呢 你修的福太大了 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你修什么样的因 你后头决定得什么样的果报 众善因得善果 就在我们现前一念 一定要知道 心里头乱不是好死去 心不清净不是好死去 可是 捉乱的根 都在于此 为什么呢 你对于四世真相完全不了解 完全迷惑颠倒 你才会其坦诚 你才会供高国慢 你其心动念 总是损人利己 这一句话 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 这个不是事实 损人决定不利己 损人决定害自己 这是真话 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如果是损人 损己利人 那是大利于自己 这些道理 懂得的人 越来越少了 我们给人家讲啊 人家听了能相信的 就不多 听了之后 听懂了 肯发心去做了 那凤毛临求啊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正干 毫不忧郁的 再干 这是为人表演 对一些后知后觉的人 产生启发的作用 对不知不觉 那是一点反应都不可能有的 后知后觉有反应 不知不觉也死定了 没反应了 但是 但是 后知后觉 渐渐多了 不知不觉的 也会变成后知后觉 我们要在这个条路里啊 佛常讲啊 佛常讲啊 熄灭贪嗔痴 勤修 戒定慧啊 那么这个就是 了凡思训里面讲的改过 从四上改 用戒定慧 用戒定慧去灭探政策 从四上改 是改得很辛苦 改得很难 那么更进一步的时候 是从理上改 你把这些道理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一做起来就不难了 理搞清楚 搞明白了 四上要做 只有理没有四 没有用处 理四是不能分的 当然啊 最殊胜 最高明 是从心上改 可是诸位要晓得 理要不通 心是念头 念头转不过来 如果理还没搞通 念头就转过来了 这个人准是菩萨才来的 不是凡人 凡人肯定做不到 从念头上改过来了 这个改比了凡私信里面讲的改 那个境界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 真正呢 这个一念呢 跟虚空伐界 各途众生 融合成一体 这个是 这个是 究竟圆满如来古地上的境界 这不是凡人 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得到呢 能 但是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自己认真 陆离其而不实 我相信啊 有个三十年四十年 行 你能入这个境界 如果 懈怠退转 还会受外面境界诱惑 那就完了 那不但是心上不行 理上不行 连私上都不行 所以真正将到修行 只有一句话 痛该前非 你要能做到痛该前非 你一定首先要认识 要认识是非 要认识善无 要认识邪政 要认识利害 这心觉条件 这个认识 就是讲的 看破我 然后你才真正下定决心 把坚固的三毒 舍掉 辞灭冤神 你看看 这位菩萨 冤是什么 冤的根 就是三毒 那 住根 常洗 啊 冤毒 灭掉了 所以你住根 常洗 常生 欢喜 以大慈 大悲 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做种种事先 这才能办到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无二无别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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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